日本是全世界最年长的国家 老年人口占了将近三成 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 在外工作的引发族越来越多 但却意外频传 高龄社会的台湾 正逐渐步上日本的后尘 外籍移工成了他们的解药 日本的人口金字塔 将变成上宽下窄的棺材形 他们的下一步究竟能不能化险为夷 中午晚间十点 工事主题之夜 微缩中的日本 劳工短缺危机 而人口金字塔 详騰